现在依拉克妈妈应该是要烤狼啊 这个是自家制的 等一下大家就可以见证奇迹的时刻 太有趣了 她特意给我搬了一张帆子 一张椅子啊 我画的说不清楚了 然后让我来看 烤狼啊朋友们 原来就是这样制成的 太有趣了 大家看到吗 这样烤狼 我是第一次在 就是本地人家里 看他们如何烤狼 之前都是在那些店家 新鲜的自家烤狼 就是这样制成的 我现在在伊拉克的巴格达 我的第一位沙发主的家里 然后在他们的细心照顾上 我觉得好多了 现在就只剩一些咳嗽 哈哈妈妈还叫我来拍 好酷哦 哈哈 Shitcrown 好 大家看 这就是新鲜出锅的烤狼啊 自家制的哦 妈妈爱新制的哦 大家可以在晚上的巴格达 其实我现在在那个巴格达 就是在当地人的陪伴 笑我才知道见了 我现在要前往下一条街 刚刚我们就是做的这个尼桑 就是中型巴士吧 然后我们刚刚就是做这个 然后来到这边的 夜晚的巴格达 巴格达之夜呀 我现在就去我的 在巴格达的第二个沙发 我现在就去我的 在巴格达的第二个沙发 我现在就去我的 沙发主家 然后我的沙发主叫 Mohi Hi You want to say hello Hi there 说有点嘿嘿的 然后这个是他的朋友 然后现在他们刚刚 就是买我第一个沙发主的家 来接我 然后现在我们 就是前往Mohi的家的途中 Hello 大家晚上好 然后我抵达了我在巴格达的第二位沙发主的家 然后他给了我一间自己的房间 这是一个很明显生理孩子的房间 所以我就准备在这里修整一下 因为就是感冒还没有康复 然后再加上生理器 以及旅途的奔波脑内 所以我就准备 就是不忙着北上 然后大家晚安哦 我要睡了